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介紹佩里克島搶劫的前置任務 火焰割槍 火焰割槍非常實用 入侵排水道時一定要攜帶 否則會無法割開鐵罩來 不過前置任務火焰割槍 算是隱藏任務 必須在偵查時發現排水道路口 才能觸發這個任務 排水道路口就在 中原正南邊的海底 真的找不到的人 請參考尋找所有出路口的影片 火焰割槍除了是入侵排水道的必備工具之外 也可以代替螺旋剪鉗 拿來割開地下室的鐵鍊 又或者是割開所有用螺旋剪鉗能打開的門 火焰割槍與螺旋剪鉗相比 最大的缺點是 割的時候有聲音 可能會引起警衛的注意 必須先處理掉四周的警衛才安全 而螺旋剪鉗則可以不發出聲音 但螺旋剪鉗要專程去拿 而且出現位置隨機 要過關省時間的話 能事先解好任務的火焰割槍 還是很划算的前置任務 此外 先解掉火焰割槍的前置任務的話 爆破炸藥的前置任務 會從強制任務變成非強制任務 也就是不用多解一個任務 因此解火焰割槍並不會增加前置任務的工作量 解火焰割槍其實很簡單 任務會前往固定的三個工地之一 位置都在市區 像這樣直接開飛雀 把工地大品就搞定了 把寶貝都炸掉之後 再進去拿火焰割槍就簡單了 欸? 這是什麼? 現代藝術嗎? ? 已經停? 的問題 剛開始 功勤 破炸了嗎? 帶它回我 好 強闖拿火焰割槍的話 回去時會有追兵 盡快開直升機逃走就好 更安全的做法則是 帶安全帽進工地 就不用與槍手起衝突 這裡來介紹三個工地 安全帽的所在位置 第一個地點是 位於市中心的摩天大樓 開直升機過去 直接飛上樓頂 如果沒有直升機的話 則可在一樓坐電梯上樓頂 我們需要搜尋櫥桿子 安全帽就放在頂樓 先戴好安全帽 再下樓找火焰割槍 雖然會有很多一樣的工具箱 但會出現火焰割槍的箱子 只有一個 而且是隨機的 找到在原路回到樓頂 直接搭直升機離開就好 直升機離開就好 第二個地點是 在摩天大樓附近的工地 範圍雖然好像很大 但一定是右邊那一棟 先從這個斜坡上去 安全帽固定會放在這堆水泥上 安全帽固定會放在這堆水泥上 一樣是探索所有可能出現 火焰割槍的箱子 找到就可以閃人了 找到就可以閃人了 一、二、一、二、二、一 一、二、三… 已驚想要暈已 第3個地點在 高級住宅區的工地 這個工地的腹地比較狹窄 直升機只能填外頭 安全帽也不是放在工地內 而是在這個地方 先在這裡裝備好安全帽之後再進去 既然是在這個地點 既然是在那邊 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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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et water Well, let's get water 一樣是快速找出火焰割槍後就閃人了 不過安全帽也不是萬靈丹 就算是戴著安全帽 被看久了也還是會被看破偽裝 被看破的話 安全帽就會像這樣不翼而飛 還真的是字面意義上的被看破了 這樣就只能拔槍硬碰面了 被看破了 這個前置本身很簡單 了解一下安全帽的位置 跟注意走位的話 更是一無反掌 可以節省更多時間 祝大家都能更快拔光金毛的毛 那麼今天就到這裡了 下次再會